好,剛剛這一塊保麗龍我們加了乙醇,乙醇沒有融化,一滴就好了,太多了 那這邊加乙酸,乙酸加上去之後呢,這保麗龍也是沒有融化,保麗龍還是整塊好好 那我們現在這邊準備做乙酸椅子,乙酸椅子做完之後,乙酸椅子應該會有溶化保麗龍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要觀察它是不是有這個效果,好,OK